而那些狮子不喜欢的人呢 他会直接给你摆臭脸 基本上是不会给你留有余地的哦 处女座在跟你说 欲重心肠的心理话 想要协助你变得越来越好 当然啦 这是有副作用的哦 就是太啰嗦 哈喽大家好 我是白鱼 说话这件事情还蛮难的哦 说真话可能会伤人 说假话可能会更伤人 但是就有些人很会说话 说真话的时候 感人肺腑 而说点假话呢 也很有艺术性 那彩虹劈拍的 马上让他的虔诚似锦 红尘万里 我们来看一看 十二星座擅长说哪些真话 而哪些话如果不变成是假话的话 那是打死都说不出来的 母羊本身个性直爽 通常说假话呢 会被自己戳穿哦 所以一般母羊会选择说真话 不过母羊也不白目 他会看人脸色 他会评估对方的个性 能够承受的部分呢 母羊才会说真话哦 而那些超过对方承受力的话 通常母羊会放在心里不说啦 除非有人不识相 故意惹怒母羊 那就不管你能不能承受了 母羊会选择最刺激你的 以土为快 金牛个性比较温和 与人互动的过程中 他也希望可以与别人保持友善的关系 不过金牛啊 他也不是圣人 他看起来什么都好像 嗯 有一点被动是极度压抑的内在在支撑哦 如果你平常对金牛很有耐心 也愿意主动的关心他 金牛也会真心的给你回报 但是如果你只想着自己 金牛可能不会戳穿你啦 但他绝对看得出你心里的小秘密 选择跟你保持距离 双子本身呢 个性很开放 通常跟什么人都能顺利的相处 这也是大家羡慕他的地方 不过在说话的时候呢 哎 双子就显得比较拘谨一点咯 他的沟通能力啊 绝对是一流的 不过不是人人都能让他愿意说出真心话哦 双子认为真话毕竟是很现实的 跟利益目的或者是动机有关 哦 说这些话啊 随便说说都过于赤裸了 双子一般会选择政治正确的场面话 除非他真心关心你 才会掏心掏肺的说真话哦 巨蟹的外在是温暖的 而内在呢 是有距离的 他认为生活不容易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 说话沟通呢 是为了大家的日常生活 或者是工作中呢 少一点误解和摩擦 多一点轻松惬意 所以呢 巨蟹为了达到和你的共同目标 而说真话呢 哎 这个时候他就会比较真心 希望能通过他的建议呢 你可以及时的调整自己的状态 而他也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除此之外呢 巨蟹觉得 说话何必那么认真呢 大家开心就好了 狮子的个性呢 平常会表现得比较夸张一点 有时候呢 又过于拘谨 有时候呢 又特别的张扬 这要看他遇到的人是谁 如果你是能让狮子崇拜 欣赏的人 他对你说话呢 就会表现得认真 谨慎一点 他说话也尽量会 我想一想再说 可以跟你互相的沟通 然后鼓励 一起的努力 希望你能看到他的诚意 而那些狮子不喜欢的人呢 他才不会装 他会直接给你摆脸色 摆臭脸 基本上呢 是不会给你留有余地的哦 处女座的个性也是比较极端的 要嘛是温吞被动 要嘛就是一个管家婆 打开话匣子 怎么都关不起来 所以处女座 有没有说真正话 就要看他够不够 看中你 关心你 在乎你 如果你在他心中很重要 你就能常常听到 处女座在跟你说 欲重心肠的心理话 这些都是他一直想要告诉你的 想要协助你变得越来越好 当然啦 这是有副作用的哦 就是太啰嗦 不重要的人呢 处女座是不会浪费口舌的 所以你是他重要的人 还是不重要的人呢 当一个人说真话的时候 是最有安全感 最有心心的时候哦 也是特别要小心自己 错词啊表达 是不是会伤人心的时候 说假话就更要看内容 更要看场合了 否则一不小心 就可能会变成大烦烂 这一集呢 是十二星座的真话和假话的上集 下集呢 邀请大家记得收看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 打开你的小铃铛 说说你的看法和感受 我们下集见了 拜拜